中原院昨天发布 明年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值是 2.98% 没有办法报3 中原院的研究员周宇田就说 政府应该要想办法 把超额的储蓄 引入民间来投资 就国内的储蓄率跟投资率的差距来看 1998年的时候 差距只有1.25个百分点 但是近年来却维持在 9跟10个百分点 民间有钱却不愿意投资 超额储蓄的状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但是如果央行放手 让新台币贬值的话 那么代表民众放在银行的 储蓄实质价值会缩水 渴望刺激超额储蓄的民众 把钱拿出来投资